民法第六十四条确保了财团的董事在履行职责时 必须遵守捐助章程 党董事的行为违反捐助章程时 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 请求宣告其行为无效 中华民国民法第六十四条 财团董事行为无效之宣告 条文解释 一董事行为无效的情况 党财团的董事有违反捐助章程的行为时 可以对其行为进行无效宣告 二申请无效的主体 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宣告董事的违规行为无效 三法院的职能 法院在接到申请后会对董事的行为进行审查 若认为其行为确实违反了捐助章程 则可以宣告其行为无效 举例说明 例子一 董事擅自变更财团用途 某财团的捐助章程规定 所有捐款应用于资助科学研究 然而 财团的董事甲擅自将部分捐款用于购买与科学研究无关的奢侈品 这明显违反了捐助章程的规定 主管机关发现此问题后 认为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财团的捐助章程 决定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宣告董事甲的行为无效 法院经过审查 认为董事甲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捐助章程 随宣告其行为无效 此宣告使得财团能够追回被挪用的资金 并将其重新用于原定的科学研究用途 例子二 董事未经同意 擅自变更董事会成员 某教育基金会的捐助章程规定 新增或更换董事会成员 需要经过全体董事的同意 然而 董事已未经其他董事同意 擅自更换了两名董事会成员 其他董事认为已的行为违反了捐助章程 并对基金会的运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所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宣告已的行为无效 法院审查后认为 董事已的行为却是违反了捐助章程 所以宣告其擅自更换董事会成员的行为无效 恢复原有的董事会成员结构 以确保基金会的正常运作 总结 民法第64条确保了财团的董事在履行职责时 必须遵守捐助章程 当董事的行为违反捐助章程时 主管机关 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 请求宣告其行为无效 这一条款旨在保护财团的合法运作 防止董事滥用职权 确保捐助人的意愿和财团的宗旨得以实现 法院在接到申请后 通过审查和裁定 对违规行为进行无效宣告 从而维护财团的正常秩序和运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